好 我們剛才說通電的導線上會產生磁場就會有磁力 所以所以磁針如果靠近一個載流導線就會受到磁場作用 就會產生偏轉 偏轉 問題 怎麼偏 如何偏 以後考就考這個 請問你偏哪一邊 考就考這個 請問你要偏哪裡 好 回顧 我們前面問過了 磁力線的什麼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哪一級的磁力方向就是哪一級指示的方向 這我們剛才已經問過了 請你一次全部回答我好了 OK 我們找可愛的 為什麼沒有男生啊 三五 請坐 磁力線的什麼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是哪一級磁力方向 是哪一級指示的方向 然後哪一級磁力 哪一級指示 請坐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 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的磁力方向 就是N級的指示方向 好 所以安培右手定則 跟我們剛才講過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磁力線的形狀是一個同心圓 然後在同心圓狀做切線 那個切線就是我的磁場方向 就是我N級會指示的方向 所以同心圓的切線方向 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然後呢 底則是直的 旁邊一圈同心圓做切線 所以就發現 磁場方向跟電流方向是互相怎樣 垂直的 會互相垂直的 所以它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看這個圖 看都在做切線 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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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做切線 切線跟半徑垂直的線 叫做切線 做切線 做切線 那照片上這樣 這個現在指針是直直的 針是直直的 然後通電之後 就彎掉了 就切線 要切線方向 所以呢 磁場方向就是切線方向 磁場會按照切線方向排列 然後以後就會問你 N級要指向哪一方 就是考試問這個 考試問這個 OK 你看這個磁針 你看 那個注意一下 左邊跟右邊 比較有說明 叉叉表示弓箭的尾巴 看到尾巴 可是弓箭射進去 所以叉叉表示電流進去直面 進去螢幕 一點就是鏡頭的尖尖 弓箭的那個尖的地方 把它射出來 所以它表示說 那個電流是出紙面 出螢幕 然後一個鏡 你看看一筆就知道 所以你看旁邊的那個 旁邊的指南針 就順著切線方法排 然後呢 左邊那邊的方向相反的 因為電流方向 相反 這個方向相反 就是 跟你講說 它是切線方向 切線方向 請你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件 不要不知不覺用左手 大部分的人是右撇子 右手拿筆寫考卷 一邊拿筆寫考卷 一邊手拿起來筆了 就完全全錯了 所以正好 董事運好 復復得正 手用錯就比錯 然後配對的 否則就錯了 就會錯 所以請不要不知不覺 就拿起坐坐來 OK 因為多數人是右撇子 右手寫考卷 做人拿起來筆 全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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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弄清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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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向筆劃 一方向筆劃 有一些大哥很好 有一些大哥很有趣 題目說 電流由東向西 電流由南向北 老師你的手手看上去 電流由上到下 電流由左到右 他同樣都這樣比 他怎麼比都這樣比 不管他的題目怎麼說 都這樣比 你如果空間觀念很好 你這樣比你會沒意見 可是常常很多都不好 我的空間觀念超高級 不好 人家說由前向後 你就說比由前向後 人家說由左到右 你就說比由左到右 你就照顧比 你就想像左手東 右手西千 然後你就比好 有的都沒有怎麼比 照的規矩比 還有一種人 都那種支出手 手都怪怪的 不然怎麼弄 習慣了 你這樣實現會有江礁 因為它是這樣 題目如果有東西南北 請用東西南北回答 題目如果沒有東西南北 請用上下左右回答 我們通常不喜歡寫前面或後面 原因是因為可能會有誤會 所以我們看會寫入紙面 或者是出紙面 進去紙面 或者出來紙面 所以 都清楚 題目有東西南北 用東西南北回答 題目沒有東西南北 用上下左右回答 請注意 我講的是電流池效應 通電之後產生磁場 電流是正電流動的方向 可是題目可能給你的是負電在裡 如果負電是從上流到下 那表示正電是從下流到上 會相反 請注意 你要比的是電流方向 正電流動的方向 弄清楚磁針在上方還是下方 這個圖的左手邊 針蓋上去 壓住了 看不見線 表示磁針是在上方 右手邊真被蓋住了 線條 所以表示磁針是在導線的下方 這其實是要講另外 這其他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考卷是平面的 可是他講的事情可能是立體的 所以你要知道他到底在講的是什麼狀況 講的是什麼狀況 然後知道他的情況是如何 然後你才會回答 這就是你所要注意的事情 可以嗎?可以!